Let it go 這個很像 你可以唱完嗎? 不行 那是1耶 現在是2個好嗎? 不是是3 好啦 Gain什麼? 桌遊報立齋 大家好 我是Nio秀明 我是Bobo 我是麗珍 那我們這一次呢 請到兩位特別的來賓呢 我們的百萬網紅YouTuber Bobo 還有我們的麗珍 欸哥哥 這一次呢 你知道我們要來 金千才這邊介紹什麼嗎? 介紹我啊 介紹你是不是? 好 那你有什麼 摺偶條件嗎? 摺偶條件喔 對 最好就是說 那個身分針字號是A開頭的 唉唷 欸我符合欸 太認真的好了 或者是 F也行 因為新北也可以啦 好 那我們還是回歸到那個 我們這次的 全部發案 重點 對 所以這次的桌遊 我們是來介紹桌遊的 好 那我們這次呢 我們就要介紹的 這一款呢 就是我們的花磚三上市啦 好 哇 好 好 那這一款呢 跟以往的一代跟二代呢 哼 其實是差不多 欸你怎麼笑你這樣 我叫他想上廁所 哈哈 欸你手上一直拿到這個 你也不講一下 你一直拿這個 這個啊 對 大家看一下這個就是上面 鐘樓怪人在用的 鐘樓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花磚3 跟二代一樣,花磚3如果你用過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丟進去 用過的就丟進去 用剩的用過的用掉 那再來這邊是我們的花磚3 回收的磁磚的垃圾桶 它做的其實非常的精美 那這遊戲呢,吸引最多的女生 就是它的 就是花磚跟磁磚還有五顏六色的 繽紛,會吸引很多女生 目光會特別愛這一款 那一代跟二代呢,它一開始 起手拿的方式,三代也用 一樣的方式,那只是這次呢 不太一樣的地方呢,就是它有分 二三四五六,例如說你要放在六個區塊 你就必須消耗六個一樣 顏色的地方,就可以放在六個區塊 那以此類推,那 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是什麼形狀? 雪花 對,這次是用我們的菱形呢 拼成一個雪花的圖案 然後讓玩家有不同的體驗喔 這個,很像 你可以唱完嗎? 不行 那是一耶,現在是二了好 不是,是三 好,另外就是這一款 好,另外呢 下雪 好,來看一下一代一代一代廓 可以幫他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一代廓 這次除了三代上市以外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喜歡花道玩家,一代也出了擴充啦 好,這次的擴充呢 他除了以前是沒有顏色以外 他就多了一些 特定的一些區塊 讓你必須放要特定的磁磚喔 好,OK 那我們就是一代,那當然也多了一個 特別的透明片片 這個透明片片呢就是讓你 誰准你用碟字 放磁磚的 這個 盒子底 盒子底 好,就是盒子底 這很像調色盤耶 調色盤好了 這是我們做的一些配件 來,聽說 麗珍是我們的殖民火星大摩 就是電底的大摩 電底的大摩 怎麼樣都贏不過郭修明 好,那這次殖民火星呢 我們就出了這一款 這是第五擴囉 已經第五擴囉 叫做什麼? 叫做動盪 動盪 動盪 好,那第五擴 動盪呢 大概基本上就是多了兩個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元素就是在這邊這一塊 它叫做全球四件卡 等於說我們在玩的這一年的回合之中 會多了一個 今年的一個大環境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可以預測 接下來未來兩年的大環境有哪些效果 所以你可以提前做布局喔 然後第二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多了這一片 也是最複雜的一片 對,很多一開始吃的真的 你會不知道說我到底要怎麼入手 這一片呢 就是 幹嘛笑? 哈哈哈哈 然後這一片的入手就是 這是我們多了一個是政治的環境 等於說我們今天就是扮演的一個立委席次 那每一個人呢 都有一個七個小人 以前只有方塊 現在多了一些 這好男網紅 看到沒?小人 七個小人 對,我們多了七個小人 那你可以用這些小人呢 去搶佔就是立委的席次 那越多的席次呢 然後你就可以有越多的影響力 那你當然可以用你的影響力 去得到更高的分數啦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另外一款啦 就是什麼? 咔嚓咔嚓 剪斷你 對 就是 我自己取的名字啦 剪斷你 那你覺得小人跟剪斷你哪有比較? 小人 小人 你們這應該蠻痛的 好 這一款 金爆倫敦 金爆倫敦也是一樣 我們出了第二代啦 叫做 危機進化 然後危機進化 原本一代的壞人 是不是 非常的強勢 有玩過一代的應該都知道 基本上我相信有八成的機率壞人會贏 那這一次呢 二代出來了 他把很重要的東西拿掉 就是我們的大笨中拿掉了 對 可是取而代之呢 就是原本只有真的炸彈跟假的炸彈 那我們這一次假的炸彈裡面呢 多了非常多的顏色 那壞人可以把同一種顏色全部找出來 也可以獲得勝利 所以是有間諜的意思嗎? 對 裡面會有一些小人 就是有一個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 它就是 它只有分好人跟壞人 壞人就是我們要想辦法把 就是想辦法不讓好人把真的炸彈找出來 真的影線找出來 那如果把真的影線都找出來 並且把它剪掉 那當然炸彈就不會引爆 所以我們壞人要想辦法讓它剪到 假的影線 就是一個黃子 對 沒錯 開竅囉 厲害 那我們另外一款遊戲呢 最後一個 我們要介紹的是什麼 賭命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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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的手槍們 這消毒過了嗎? 消毒過了 好 我們的手槍們拿出來啦 登登 賭命大賽呢 就不名思義 就是一個難得一見的 多人的派對遊戲 它可以支援到十個人喔 對 像這種十個人遊戲非常的少 那它遊戲的進行呢 簡單來講就是每個人有一把 手槍 然後呢 然後呢 要對著自己開槍 好 對著自己開槍 那當然就是 我們遊戲呢 就是勝負就是 誰能夠火下來嘛 誰能 一個人有幾個 就是幾發嗎? 不用不用不用 比每個人有六發子彈 對六發子彈 OK 對不起 那我們這次的遊戲呢 就介紹到這邊 那當然 我們有幾款遊戲呢 之後也會拍個影片 可以看像動盪啊 還有賭命大賽 金毛鈴鐺跟花鈴鐺都有機會會拍詳細 按再介紹給大家 五月份活動預告 好 接下來下個月呢 我們Gaze我們的桌遊日 對 會定在五月的二十四日禮拜天 如果想跟我們一起玩這些新遊戲呢 那也歡迎來靠過來 跟我們一起同樂喔 那接下來五月份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官方比賽 你知道怎麼樣 是 我只知道五月我送 五月是你生日 對 如果要送禮物的請寄到下面 送禮物的請寄到下面 送禮物的請寄到下面 送到靠過來喔 五月份 我只知道母親節 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還沒當母親 所以跟我沒關係 好好 五月份 只答斷我的 那我又要講 我又要講 阿對阿剛剛講到比賽阿 剛剛特別比賽 卡卡送 對卡卡送的比賽 卡卡送的比賽 即將要來囉 對於卡卡送的玩家們 有福啦 記得我們的官方比賽 那我們詳細的訊息 卡卡送不會拿起來 對卡卡送 對 詳細的比賽訊息 我們會 就是再貼在 就是連結在下方 那我還可以講一下 上次的比賽經驗 這樣 上次比卡卡送的經驗就是 我覺得一般的玩家 跟專業的玩家 真的是 真的是差別蠻多的 不一樣 就是這樣子 業餘玩家跟專業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不是專業 我只是愛玩遊戲 可是那些真的專業 比賽型的玩家 他是真的可以把整副麻將都記下來 麻將 麻將 整副的那個 有一點精量的 對整副的牌 麻將我也記得起來啊 你記不起來啊 不就123456789 你記不起來 裡面有哪些牌你記得起來 麻將欸 對啊 麻將裡面有什麼牌 你記不起來 我是說 還剩下什麼牌 喔 喔 記不起來 哈哈哈 我以為你是在說 沒有沒有沒有 還剩下就是 真的高手玩家 像卡拉松他們就是每一張牌 他都知道說目前 哪一些已經用過 或是說哪一些剩下幾張牌 那你跟那些玩家玩真的是 非常的吃力 好這是我這次 第一次比賽卡拉松玩家的經驗 而且再過來 就是 當時一比大概有 現在預賽嘛 預賽要打四人 然後之後再進決賽 然後打單輪淘汰子 你光預賽打完 你的頭腦應該就已經 就是已經 六個小時過去了 你知道嗎 就是 就等於打幾天幾夜的麻將概念 對就是那種感覺就是 光預賽打完一輪 就是 可以休息了嗎 可以休息了嗎 有麻將的桌遊什麼時候開啊 麻將的桌遊嗎 呃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了開啊 哈哈哈哈 來吧 三缺一 220 開始 那我們 來跟最後跟觀眾 你可以一直講一下 來跟社長 跟大家說 就是我5月2號生日 嘴巴 空氣 突然 安靜 五月天真首歌 再把它播過去 哈哈哈哈 哈哈 如果 大家 就是 底下可以留言 對爆爆說 生日快樂 哈哈 歡迎留言 我是金牛座 比較實質一點 可以有實質的禮物唷 對 那個廁所的瓷瓶 是 看他廁所的瓷瓶 就是會心花怒放 那樣子 好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也記得在下方幫我們留言 那如果想聽我們介紹其他桌遊呢 也請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也請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個月見囉 掰掰